如果要留下更多的 最近我家的学生 可以留下一个月 这样我们要全部搬去你家住 我希望从月子免得自由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TNN新闻抢先报 不先 我不报 我是李主播 2020终于过去了 过去的一年 国人团结一心 一起克服许多的困难和挑战 我们才能够顺利地迈入解封的第三阶段 刚收到网民的爆料 有一个武林世家 他们为了逃避疫情 全家闭关 终于选择今天 黄道极日 全家出关 现在就让我们的外景记者爆料名 带大家去见证奇怪的一刻 我就是外景记者爆料名了 现在带你们去看一个 很好玩 很有趣的家庭 你们拍古装戏 我是红毛狮王的独门弟子杨过 不想过 你一定是来给播看他们出关的 对吗 是 是 时间刚刚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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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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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 冷静 冷静 其实当疫情爆发时 国人都团结一心 负起社会责任 留在家里一起对抗病毒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渡过难关了吗 你是什么东西 我 外里怪戏的一看就知道魔教中人 好 草业人这样都给你看出来 但 anyway 我是KMN外景记者爆料名 知道今天前辈出关 特别想见识一下你高大威猛的英姿 不过 我们闭关了一年的时间 一点收入都没有 有没有什么配套 可以帮助我们的家庭开销 这位阿姨阿 阿姨 信不信我压死你 我相信 你一条腿都可以压死我了 但anyway 这位女侠 关怀以炎助配套 包括了这个 现金补贴 水电费和杂费回扣 还有必需品补助券 消费税补助金也有 太好了 欸米哥 你也不用这么见外叫我女侠 我叫莲蓉 你叫我蓉儿就可以了 蓉儿 蓉儿 怎么样 我已经一年没有工作了 不知道生活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对 蓉儿你不要过来 不然就真的是把我压死了 我顺便也让你知道一下 超过2.15亿元的冠病疫情薪金补贴 已经帮助超过97000名 因为疫情事业和收入明显减少的人 现在我们还有类似冠病疫情复苏 你们可能有账 去申请看看 肯定申请得到 哦 那如果我现在要找工作 会不会很难呢 师母你不必担心 SG United Jobs and Skills Center 他们已经帮助了超过6万个武林中人 寻找到新的工作 没错 哈哈 郭儿 姑姑 Excuse me Do you mind 郭儿 姑姑 一年不见 怎么不肯真了啊 一代浅宽终不悔 为衣消责人憔悴 郭儿 像我这样武功高强的专业人士 现在会不会很难找工作 不好意思啊 小笼包对不对 对 其实你可以去开那个小笼包店 到时候你在店外面就可以唱那个 小笼包 一个两个轰轰的小笼包 一个两个三个小笼包 一个两个小笼包 一个两个小笼包 Skill Future Credit填补 你可以利用这些填补去上一些课程 来支付那些学费 比如说你可以学一些怎么做小笼包 做假 啊 做什么你 像我这样老啊 要怎样才能找到工作 现在啊 武功再高强 也很难混口饭吃 不用担心 英雄不怕畜生低嘛 不怕找不到工作的 真的 那前辈 这个给你 什么东西啊 武林秘籍吗 哎哟 这个比武林秘籍还厉害啊 你可以利用它登录 .gohears.gov.sg 所有与工作有关的资料 和为中年人士提供就业机会的行业 通通在这边都找得到 只要掌握资料 你们就是武林盟主啊 等一下 现在疫情肆虐 但武林盟主又有什么用呢 也许你们不知道 当你们在睡眠的时候啊 疫苗已经坐飞机来到新加坡了 哇 而前辈你是年长者 将优先接种疫苗 当你收到那个邀请信的时候 一定要上网登记啊 这样你才可以 一统天下 好 只要能保护自己 家人 还有整个武林 对 我一定去 但是去之前啊 你要上厕所 不是 我要练一下我的狮子 哇 大开眼界 你就来当我的实验品吧 蛤 哇 有没有东西啊 疫情之下 你有得到政府的帮助吗 对 政府给我们一些钱 就给我们一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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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月 你有信心我们的政府 能够带我们走出这个难关吗 这个一定有 我们政府已经做很大的帮助 当然不可以迎合全部的人 比起很多国家 我们是稳定很多啊 新加坡可能治得很好啊 然后我觉得住在这边 那个政府都还蛮照顾人民的 我认为新加坡人很耐心 穿衣服 洗手带 全部都可以 新的一年有任何的期望吗 希望大家可以平安无事 希望大家可以平安无事 希望大家可以回到正常 我们不再用衣服 渡过这个疫情 拜托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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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我们已经迈入解封的第三阶段 但我们已冠病的战役 李胜利还很遥远 我们有必要继续提高警惕 以防止疫情 全赌重来 假期期间 记得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包括减少团聚人数 农历新年将近 我代表KNN所有工作人员 祝大家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我们下期再见